其中兩宗在東區醫院初步確診的分別是21歲和35歲的男病人 他們都是早前曾經去過瑞士或者美國的密切接觸者 而勒敦治醫院亦都有一宗初步確診是個54歲的男病人 而屯門醫院一個35歲的男病人亦都初步陽性結果 他最近曾經外遊 在威爾斯醫院的患者是個43歲的女人 他曾經去過美國三藩市初步結果呈約陽性要再做檢測才確定到 另一個21歲的男人又曾經去過瑞士 在將軍澳醫院初步確診 伊利西白醫院就有兩宗初步確診都是有外遊記錄 而聯合醫院就有兩宗確診和一宗初步確診 有線電視記者 潘耀昇報導